哎呀笑死了,侯府是疯了,让新娘子跟母鸡拜堂,真是天下奇闻哪,公鸡被程公子换走了,徐婉听得头大,程公子是他那个素未谋灭的八岁继子,远洋侯府的小霸王宗锦成,徐婉上辈子忙于加班猝死,刚传来发现自己是尚书府嫡小姐时,还钻进被窝疯狂笑了大半个时辰,感叹, 终于摆脱社序的悲惨日子,走上杨康大道了,直到婢女们给他端上了一碟酸果,说那是他的晚饭后,徐婉这刚做了一个时辰的梦,一下碎了个稀巴拉,原主虽是尚书大人的袁佩所生,但袁佩没当个两年就去世了,济世进门后,他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表面是个嫡出大小姐, 私下连婢女都能欺负他,那位面善心狠的继母要将他打发出去,给了三个代价的名单,让他选,一位是相府庶子,门地虽然高,但堂堂上书嫡小姐嫁给庶子,会被全京城笑话,另一位是公府嫡次子,门地也高,但小妾外食一大堆,嫁他会有代不完的绿帽了, 最后就剩这位富可敌国的远洋侯府,他家的嫡长子宗赵,八年前在战场失踪了,老侯爷前段收到他托梦想结一门亲事,这才张罗着要给娶个媳妇进门,宗赵失踪前才十六岁,无期无妾,只有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儿子, 徐婉思考了一天,果断选择了侯府,老公没了,银子随便花,还没婢女欺负他,至于那个妓子,一个八岁的臭小子罢了,哪有那么多坏心眼,然而,打脸总是快得像龙卷风 竟然是跟只鸡败的,侯府是怎么想的,还是只母鸡啊 完了完了,以后一年百姓都笑不完了 反正只要他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侯府 没关系,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然一时风平浪静,然一时花好怨言 就算说忍不了,谁也得跟着忍忍 喜婆和管家等人快速控场,将那只快要下蛋的母鸡,紧急换了只新的大公鸡 一百天地 一串鞭炮声,突然在徐婉的头顶炸开了 天哪,大公鸡身上有鞭炮 我去,又是陈公子干的 他把新娘子的盖头都炸了 徐婉脑中那根绷了一个月的弦,终于断了 什么八岁的小孩子都是小天使 小王八崽子,老娘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快快快,快拦住新娘子 徐婉在被侍卫们拿下之前,已经先一步揪住了小魔王的头发 松手,不松,老娘今天就算自死一切,要择你八百 分开我,我可是小侯爷的儿子 哼,我还是小侯爷新过门的媳妇呢,臭小子 论备份,你还得叫我一声母亲 我才不叫你这个坏女人,还敢骂我 你头发,别想要了啊 都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将他们两人拉开 宗锦城在逃出徐婉的魔爪后,又嘚瑟地朝他吐了吐舌头 雪婉也不甘示弱地扬了扬手中拽掉浑小子的几根头发 你们都下去吧,我与婉儿有话要说 京城留下 祖父,祖母,我想起今天的书还没看呢 就先走一步了,你们慢慢说 你都一个月没进书房了,有什么书非要现在看 留下,停着 姚母 京城乖,你祖父有话要跟你说 看混是小魔王吃饼,洗碗那叫一个开心 宗锦城更气了 侯爷,我看你那个梦,靠谱,也许婉儿 就是赵儿想要的妻子人选 呵呵,我看也是,锦城这小子可是很久没吃过这种饼了 徐婉听不懂他们在打什么哑谜 但直觉告诉他不是什么好事 婉儿,新婚当日便闹出了这般笑话,让你受委屈了 姚母,这可是你最喜欢的手拙 他难以置信地盯着徐婉,又想起脑海里有人跟他说过的话 只要继母嫁进来,你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徐婉也意识到手腕的珍贵,还没等他拒绝 就见老夫人从袖中掏出了管家钥匙 管家钥匙?自家那个继母可是熬了整整十年 才从他祖母的手里把管家钥匙拿过来 从此以后在尚书府作威作福,毫不舒坦 老天爷,他一个刚刚嫁来的新娘子,喜福都还没换下 就能拿到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管家钥匙 祖母,你怎么可以给他?这管家钥匙,就是给二房的红一娘,也不能给他呀 老侯爷只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八年前,那场大战让他的长子宗兆失踪,赐子宗艳,战死沙场 老二死前并未成亲,但今年才被发现他有个外室和一个私生子 在那个外室,沿着出身太过低微,更没有资格拿管家钥匙 锦承,你祖父老了,这个家将来还是要靠你和你父亲 赵儿如今生死不明,你也需要一位母亲照顾 可我不需要母亲 徐婉心里哼了手,哼,我还不想要你这个儿子呢,逆子 从现在起,你便是我侯府,明媒正娶的侯府夫人 这府中的衣食住行,都有你来掌管 看着手中的管家钥匙,一下觉得好沉,整个侯府怎么就背身上了 他不是要当个闲鱼躺平的吗 我没有管家的经验 学学就有了,很容易上手 徐婉思索了几秒,毕竟是侯府大富大贵人家 管家以后他的日子肯定能过得爽歪歪 好,那我就是 不对,还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 徐婉正想硬着,却看见老侯爷笑得嘴角快咧到了耳朵根了 他下意识地觉得有大坑 没有附加条件了,只要你把整个府里的人照顾好,我们没别的要求 整个府里 不会还有他吧 救命啊,这么个小祖宗,打又打不得,这谁带得住啊 锦城这孩子很乖,也很聪明,只要你细心教导,我们相信他将来必然能高中医甲 不仅要照顾好小魔王,还要帮小魔王高中医甲 宗锦城这浑小子,怕是连个秀才都考不上 老夫人请冷静,这钥匙,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我无财无能,管不了整个侯府,更无法承担教育孩子中医甲的重担 开玩笑,这浑世魔王的学习重担,不该给夫子背吗,关他一个闲鱼祭母什么事啊 是啊,祖母,我也觉得不用他管,我自理能力可强了,哪用得着他教我呀 他看起来才像是没读过书的,我读过的书比你吃过的盐都多,你个九年义务教育都没上过小文盲 我跟侯爷商量了下,每月给你的阅历银,从一百两调到三百两 许婉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锦城若是能中三甲,我跟侯爷便再送你五万两 啊,五万两,他感觉自己现在满脑子都是金钉子疯狂乱砸 若是能中一甲,那就改为十万两 姆姆,您是要把整个侯府都送给他吗 锦城,你要知道,你出息了,整个侯府都能跟着沾光 解释,我们也放心将整个侯府交给你,不是吗 呃,对对对,但就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徐婉一下子就懂了,老夫人这是同时给两个人画大饼 她为钱,她为权 徐婉快速地将老夫人手中的管家钥匙又拿了回去 还故意地在小魔王的眼前晃了一圈 多谢母亲,儿媳领命 老侯爷和老夫人交代一切后,便说要去别庄游玩 整个侯府将由徐婉掌管 夫人,这是府中的账目,记载着侯府今年的全部收支 说话的婢女叫翠芝,生母是老夫人身边的陪下丫头 把宗景城房里的账目拿给我看看 张月初一,小公子与人坐船游壶,最后看船好,顺手买了下来,花了二百五十两 这个二百五,买个船花这么多银子,他怎么不把壶买下来呢 张月初二,小公子与人出去放鞭炮,吓坏了隔壁农舍里的三千只鸡 赔了银子一百两,这他妈简直是一活阎王,他对得起那三千只冤死的亡鸡吗 张月初三,小公子与人出去 徐婉越听越麻木啊,那浑小子每天都要有上百两的支出 对比他那不到一两的私房钱,简直是败家子中的战斗机啊 今日便是张月初八,小公子没出门 嗯?对,没出门 拍年七天,天天在外面胡混乱花,好不容易呆家了一天 就给继母下了个马威,让他这个倒霉的新娘子盖头被炸了 连也在全京城丢了个遍 这臭小子现在人在哪儿?老夫人走之前,有没有惩罚他? 老夫人向来不舍地罚小公子 事宜,小公子这会儿还好好的在院子里待着 冷静冷静,想想自己的天价工资 一个亿呀,一个亿,教训一个混小子而已,这根本不算什么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闲鱼继母,而是卷王继母 去,把宗锦城叫来,我要训话 这一个亿的小目标,是要让他考上一甲 想达到这个前提,需要先进书房读书 但他记得,老黄爷说,这混小子都一个月没进过书房了 而且,混小子目前对他的敌意还很重,根本不会听他的安排 夫人,小公子不愿意过来,他要准备出去玩 还说,还说您要是一日不离开洪府,他就一日不到主院来 呸,爱来不来,老娘还嫌你闹腾呢 夫人,要不要把小公子强行绑回来 还能这样,老夫人走之前,没有交代过不能伤害他之类的话 嗯,老夫人说,认打认骂,让夫人看着来 老夫人竟然这么开明 老夫人跟老侯爷,对小公子一直很宠爱 从小到大,别说是打骂了,就连训斥都没有过 但是,小公子越长大越过分 老夫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才请夫人帮忙教导 不过,打骂孩子是最差的办法 出去玩是吗 小混蛋,你不是好吗 那就停了他的所有花销,断了他的银子来源 让他没地方吃,没地方住,没地方胡混乱造 只能乖乖回府来 老娘就要让你明白,你横的资本是谁给你的 随便吃,随便喝 接着所有的花销,都有我宗公子包了 锦城就是我最好的兄弟,锦城好爽 人人都知远洋侯府富可敌国,唯一的敌长孙更是被当成宝一样宠 经常为人一掷千金,所以围着他八截的人特别多 等结账的时候,侯府的管家突然来了 跟他的仆人不知道说了什么话 仆人赶紧把身上的银子全部都交了出来 刘管家,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啊,小公子,夫人有令,要停掉您一切开销,请公子与老奴回府吧 啊,原来是被你那个继母给管住了 侯府小公子想赖账呢 不就是想让我回侯府,听他喧话嘛 行,我回去就是了,你快把账先结了 对不起啊,小公子,小人不能违抗主母的命令,这账不能替您结 小魔王着急着,将腰伤的玉佩摘下来,直接扔给了对方 气冲冲的,快步朝侯府方向而去 哎 这样,怎么逗逗个夫人呢 姐姐,把院门开着,别一会儿小公子太激动,把门踹坏了,却门看起来好贵呢 是,奴婢这就去开门 他这辈子绝对没丢过那么大的人 现在连祖父祖母都不在,他就找尽机会欺负他 宗锦承卯足了劲,准备一脚踹飞他的大门 可恶,门怎么开着呢 一脚踹空的小魔王,差点一头摔进去 他亮枪了一下,赶紧看看左右没人 这才装作无事地整理衣服,重新气愤地走进去 他不会真以为他看不见别人,别人就没看见他吧 宗锦承一进来,就见徐婉,笑得花枝乱颤 满院子前后五六个丫婚伺候着他 桌上摆着各种好吃好喝的,好不舒服 他又想想自己刚刚的窘境 这样一对比更生气了 把银子还我 你这么生气做什么,一顿饭钱而已 你就算一时没有,你那帮朋友没帮你付吗 你可是没少请他们吃吃喝喝啊 如今让他们回请一顿,有什么问题 是,他们是没帮我付 但也是因为今日我说好了要请他们 若是被人传出去,还以为我们侯府多么抠门,说话不算数 我祖父祖母一辈子的好名声,差点被你给毁了 你小子这么回口大帽子啊 关键,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晚了,你害我丢了面子 井水已经犯了河水,无法收场,不可原谅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你应该清楚 老夫人跟我说话时,可没背着你 你配合我好好读书,带你高中衣甲 你当你的小侯爷,长家长权 我,牵牵走人,咱们各取所需 我不喜欢读书,也不会去考什么科举 你跟祖母的约定,那是你们的事,我绝不配合 那可由不得你 刘管家,去把小公子房里贵重的东西都收好 免得他再把府里的好东西给抵出去 三千两的玉佩啊,就拿出底了一顿饭钱 浪费啊,浪费 你们这是明抢啊,刘管家,你疯了吗 我才是侯府的嫡孙 你竟然听这个女人的话来欺负我 我要写信给祖母 但领命的刘管家,头硬的像体 这可不能办,这是我最喜欢的躺椅 这可枕头不行,你拿走了我枕什么 鞋,鞋,我难不成还能穷到去卖鞋吗 你们,无耻 小魔王疯狂想阻拦 但跳起来还没他们高 打架又不会武功 只能无用功的上蹿下跳 徐婉过来叫他用晚饭的时候 就见小魔王声音已消喊哑了 滚张东西,见人下菜 吃里扒外,王魂公子以前对你们那么好 再往里看去 整个屋子被洗劫一空 轻偏的令人咋舌 徐婉瞪了瞪眼,也没有想到刘管家做事这么干脆 衣服还要拿走 你们是不是要笔本少爷光着屁股出门 金城小公子,还累了吧,吃点东西 天都黑了,该吃晚饭了 小魔王平时是个很注意餐桌礼仪的人 但今天,气狠了,也累狠了,直接徒手抓起了鸡腿就看 饭菜呢,饭菜呢,都在大堂,你若还想吃别的,过去随意吃 以后一日三餐都在那边用饭 厨房做什么就吃什么,不能挑食 否则,你就自己解决吃喝 宗锦城骄纵,难伺候,当然也挑食了 小家伙眼珠子跌溜溜一转,应声道 知道了 徐婉看着床顶和满室的红,他怕是史上第一个独守空房的新娘子 今天忙了一天,他快累死了 但从接管家钥匙,再到跟小魔王斗智斗勇 发生了太多事,精力实在是有些扛不住了 一日 夫人饿不饿,要不要奴婢给您端些粥过来 不用了,我再会 对了,宋锦城呢 那小子,有好好去大堂吃饭吗 有,小公子特别听话的去了 还是夫人有办法 从前老夫人怎么叫小公子都不去呢 现在一到饭点了,不用人提醒就来了 翠直的夸奖,听得人很受用 但徐婉却觉得怎么都不对劲 尤其是昨天离开前,小魔王转了转眼珠子 那眼神怎么可能这么听话 不对,有诈 翠柳,这沙山踪锦城起床之后都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事 夫人是担心小公子,想什么坏点子吗 那小子机灵着呢 以前对付祖父祖母,只要撒娇哭闹就好了 现在换成我这个陌生寄母 只怕会激起他心底的另一种恶 另一种恶 他觉得这个词有点严重 自家小公子虽然顽劣 但心性单纯,不会有害人之心 世人心中都会有恶念 区别是他们心中的底线 有人底线低,为他目的不择手段 有人底线高,有恶念 却没有实施的胆量 小混蛋 那就让我看看 你的底线在哪儿吧 小公子沉实起床 醒了以后就来用饭 吃完饭就去了马场 夫人,后院出事了 有两个丫头在换衣房打起来了 夫人,二房的红衣娘有东西丢失了 说是二爷省钱送给她的 夫人,新昭静府的丫头们聚众玩乐 把火房都给烧着了 果然呢,来了 翠柳,先带人去火房救火 事有轻重缓急 眼下最要紧的是先保宅院 夫人,我们这边的事情也要紧 怎么都派人去那边灭火了 不灭火 还等着把整个侯府烧煤吗 此之,把他们两个先押起来 等候发落 夫人为何关押我们 我们是来报信的 何遵之有 别碰我 我可是小侯爷房里伺候过的丫头 你没有事敢动我 老夫人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侯爷就是府里的唯一禁忌 他的东西,侍女 都像宝贝似的被人供着 因为老夫人经常会堵物私人 我记得母亲说过 夫君房里没有任何窃室 通房 她是个什么等级的丫头 小侯爷房里一共有两个丫鬟伺候 都是三等 红勺是在小侯爷失踪后 才被提为二等女使的 如今被分去了二房院里做事 红勺听完了脸上更得意了 小公子承诺过 只要他好好地为他做事 就将他从二房院里调出来 做自己院里的一等大丫头 眼前的新夫人 有管家大权又怎么样 小公子可是未来的小侯爷 新夫人根本不敢动他 老夫人可是日日都思念小侯爷 若是奴婢受了委屈 老夫人定会伤心难过 红勺的话 故意没说完 却明摆着暗示 老夫人会因此 收回新夫人的掌家大权 那就送去别庄吧 给老夫人 好好地尽身赌物 老夫人不在府里 他还能仗着资历横行 若是去了老夫人身边 那岂不是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自己小看了许婉 请夫人收回程庙 老夫人跟老侯爷正在外面散心呢 奴婢不敢去打扰 去吧 毕竟老夫人 日日都思念小侯爷 离开了你肯定不行 是吧 此之 夫人说的是 来人 派人将红勺送去别庄 哦 对了 乌军房里还有个丫头 叫什么来着 地如 哦 行 一并送去 免得那小王八蛋 又窜着另一个侍女 来找她麻烦 喂 喂你个头头啊 喂 你有没有听见我在叫你啊 这样很没有礼貌好吗 看来是听说那两个丫头被送走 急了 按身份来说 你该叫我一声母亲 纵使你不喜欢我 也该称呼一声夫人 而不是畏畏的喊人 你 你太过分了 那可是我爹爹最喜欢的两个侍女 你竟然给送去了别庄 我夫君总共就那两个侍女 若是真那么好 早就提了二等丫头 还用等我婆婆来提 我爹爹被他们自货惯了 说是爹爹突然回来 用其他的丫鬟不习惯怎么办 嗯 你的意思是 我夫君这八年 没他俩就没法过 哦 说的好像有道理啊 小家伙心里虽然是承认了 但嘴比刚出炉的砖头还用 那二婶婶房里的东西找到了吗 还有丫头们打架 侯府从来没发生过这些事 都是你来了以后管家不利造成的 说明你根本管不了侯府的家 所以呢 本公子听说你在尚书府没管过家 管不好这偌大的侯府也很正常 嗯 这样 只要你说一百句认输了 再向我诚恳地忏悔自己的过错 本公子就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再去请求祖母回来帮你收拾烂摊子 哦 我还以为 你想说这家我管不了 要你来管 啊 真是令人失望 宗锦诚无语 他真恨这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 你还不赶快见后就收 不然 这侯府乱起来 可没法跟我祖母交代 小家伙气鼓鼓地说着话 但在许婉的眼里特别好笑 跟吃笨蛋小青蛙似的 小子 你母亲我呢 这会儿心情还不错 今日 我就教教你 不要小看任何人 啰嗦的女人 傻子才听你说叫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翠芝 告诉小公子 若是老夫人在府中 这两件事该如何处置 嗯 你们两个去帮红姨娘找东西 里里外外都查清楚 东西是什么时候丢的 院里婢女们身上是否干净 若是查到哪个 手脚不干净的 直接送官 你们两个去将打架的丫头名单列出来 不必打骂 也不用发阅礼 叫人牙子来 把人带出去发卖 这种猖狂的婢女 我们红服可用不起 翠芝干脆利落地交代好两件事 轻飘飘地两句话就搞定了 小魔王在一旁看得是目瞪口呆 那些婢女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受她示意 然而 现在一批要送官 一批要发卖 你们太过分了 他们不过就是打个价而已 为什么要卖掉 若这些事是你做的 你仗着侯府的纵容 大可拍拍屁股就走 但他们不同 他们没有你的好出身 也没有任何后盾 犯了错 就会被侯府赶出去 甚至 送官坐牢 无人庇佑 宗建成 老夫人把你交给我 是不舍得亲自教训你 但也不忍你继续学坏 侯府后宅事务 皆由你祖母掌管 翠芝方才的解决方法 都是你祖母定下的 整个侯府的下人 更是训练有素 大家只是不跟你计较 并不是傻子 而我 更不是 这女人是明摆着告诉她 她有跟祖母一样的能力 却不会像祖母那样惯着她 刘管家 我看锦城身边的仆人有点多了 从六个 捡到一个吧 又是窜多丫头打架 又是丢东西 放火的 人力过于充足 得再折着她的翅膀才行 是 夫人 你 宗锦城刚有点羞愧的心思 下一顺就被徐婉给激怒 啪的一下就没了 断了她的银子 还就一个仆人伺候 她是想把她当乞丐一样养吗 虎落平阳被犬欺 可恶 别以为本公子会跟你求饶 有本事 你就继续这么干 等把我虐待惨了 祖母一定给你算账 咱俩谁也比想好过 哼 锦城啊 怎么这么容易就生气了 你不是还要去马场玩吗 怎么回房了 哦 对了 我记得这马场 好像是不要银子的 可以放心去玩 可恶 这女人就是故意想看她笑话的 说什么不要银子 那马场里都是傅家公子 谁身边不跟个两三个小厮 她要是这会儿就带一个人去 肯定会被笑话死的 歹毒 太歹毒了 你不会幼稚的以为 眼神的杀人吧 那也不让你好过 宗锦城摆好了跟她势不两立的架势 一副休想折断她傲骨的模样 吃 幼稚啊幼稚 宗锦城看着一桌子的菜 也饿了 一手捞了一碗白饭 一手去跟许碗筷子下面抢食 他家哪块肉 他就去家哪块 他要喝汤 他就掀他一步让人成 一旁的脆枝脆柳 看得都惊呆了 这还是他家那位挑食严重的小祖宗吗 现在为了跟夫人赌气 他连米饭都吃得两大碗了 老夫人 您快回来看看呢 小公子 他变了 吃饱了吗 宗锦城不理他 只留下了一个过座高冷的背影 赵夫人这么刺激下去 小公子一个月便能长胖三斤 不过也是好事 老夫人一直说他太瘦 那你们说我要把他喂胖个三十斤 老夫人会不会多给我点奖励 三十斤还是算了吧 画面太美 他们不敢想 宗锦城的进度到哪了 小公子不喜读书 到现在还没有把三字经背下来 嗯 猜过是个小文盲 没想到文盲得这么彻底 寻常孩子七岁起梦 官宦子弟三四岁便起梦 宗锦城这小子可真是被溺爱的彻底 对了 二房领回来的那个孩子叫什么 他读书是个什么进度 那位小公子叫宗文修 从小住在贫民窟里 年前被接回府里后才有机会起梦 不过修公子聪慧过人 读书又十分刻苦 如今不过半年时间 已经追上世家子弟们的进度了 这真的是活生生的对比啊 小魔王要是这么令人放心 他得每天早起给他烧三柱高香了 到底还是得想办法让宗锦城进书房读书 夫人 这是明日回门的衣服 您试试合不合身 不错 我试试 我就好奇 小和月成亲的时候 只能找一只公鸡拜堂 那侯夫人回门难道是自己吗 怎么说也是个心腹啊 这怎么过得好像寡妇一样啊 看似光鲜亮丽 实则寂寞凄凉 哎 侯府夫人三招回门 门前围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 纷纷等着看心腹的笑话 等等 我也要去 小公子 这是夫人的回门宴 从来只有跟夫君回去的 哪有带孩子回去的 宗锦城还是头一次 见翠柳对他这么不客气 原本想怒声吼回去 但看见徐婉那张脸 我还不是看你自己回家太可怜了 本公子大发慈悲的陪着你回去 你要是知道错了 就把人和东西都还给本公子 本公子也不是不能考虑给你用台阶下来 小家伙的声音越说越小 这显然是底气不足 自己都没有自信 徐婉看着他摇头晃脑的样子 一张小脸白皙漂亮 长这么好看可爱 这一瞬间 他又一次理解了侯府对他这么纵容的原因 他不看不就好了 看不见就不会心软 宗锦城好不容易憋了半天的词 没想到他连回都没回 一张脸瞬间变得五颜六色 他正想吼出声呢 你若想来便跟来 不过多伤筷子的事 尚书府还是不缺你那口饭的 至于想要别的 没可能 小魔王怒火中烧 可恶啊 这个丝毫不留情面的女人 她早晚有一天 要把她狠狠踩在脚下 让她向天大一百声 我错了 出来了出来了 让着让 别急我 侯府敌掌孙月出来了 哎呀 竟然是跟着侯夫人一起 难道是她要陪心妇回门啊 看来侯夫人不止人美 手段也强 更把这妓子收拾的 服服贴贴的 宗锦城听见这句话 好不容易压下的忍辱负重 一下子压她了理智 胡说八道什么呢 要收拾也是本公子收拾她 万儿 你可算是回来了 母亲早已经为你备好了酒席 就等着你呢 来人正是她的伪善继母 柳诗和哀可亲的 像个菩萨 母亲安好 老爷在刑部还有事 未曾归来 你妹妹在家等你许久了 说是你再不来啊 就要到侯府接你了 家中有事耽误了一会儿 母亲不要见怪 那哪能啊 你如今是侯府的管家人 母亲为你开心还不够呢 小魔王努力咳了好几声 吓得旁边的马儿 都翘蹄子了 这位是 宗锦成 我儿子 宗锦成 听见这句 我儿子 瞬间愣了一下 心里有一股暖流 涌上了心头 又温暖 又舒畅 谁是你儿子 原来是锦成啊 快进来 我让人多备一些糕点过来 你这个年纪啊 都爱吃这些 他说着就要去揉小魔王的头 但被宗锦城很快地躲开 自动离他一米远 柳氏碰了一鼻子灰 心情自然不好 可爱于面子 他还是忍着 姐姐 你尝尝这道菜 是我让小厨房特意给你做的 盼着晚上堆起的小山 再想起他从前吃的酸果 心到这母女两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会装 我尝尝 三个女人一台戏 唱得热热闹闹 温馨中透露着虚伪 虚伪中透露着搞笑 最后还是宗锦城看不下去了 玩筷子的手 一个没收住力弹了起来 一杆子插在了徐婉的碗里 正中间摆出了上贡的姿势 徐婉 无语 这是直接要把他送上天吗 让你们忽略本公子 反正他也吃饱了 开始搞事情 柳氏知他母子二人有隔阂 故意问 锦城 你这几日跟你的母亲相处的可还愉快吗 锦城 你这几日跟你的母亲相处的可还愉快吗 愉快啊 怎么不愉快 我们可从不打架 谁家相处愉快 是看打不打架的呀 这明摆着就是要跟柳氏告他的状 不打架 你们难道关系差到要动手的地步了吗 徐莲儿不由的幸灾乐祸 拿了侯府管家权又怎么样啊 还不是被个妓子欺负 当然不是了 锦城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定然不跟那些三教九流的地痞一般 每日只会惹是生非 胡言乱语 如此一番话滴水不漏 还趁着徐莲儿 刚刚的话里外不是人 好似在说宗锦城是个没家教的孩子一样 宗锦城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他恶狠狠地瞪了学怜而已呀 希望他不会说话就少说话 婉儿也是有福气的 不然这老夫人怎么就偏偏地看中你了呢 柳氏皮笑肉不笑的 本想让他过去当个寡妇 谁知道侯府那老婆子瞎了眼 当天就把管家权交了 真的是邪门了 还要多谢母亲的功劳 若不是您吉利 向我说了远洋侯府的好话 还说锦城这孩子多么聪慧 我也不会一门心思 就想嫁到侯府来 这才给捡了个大便宜 宗锦城越听越不对劲 原来徐莲儿能嫁到他家来 全是这个老婆子推来的 可恶 这笔账他记下了 突然唐江的柳氏满脸位号 他什么时候给徐莲儿 吉利推荐侯府了 等等 那臭小子是什么眼神 怎么好像在盯实事仇人一样啊 整个饭厅上 徐莲一句一句地夸着柳氏和徐莲儿 愤怒的小魔王 一会儿瞪瞪这个 一会儿瞪瞪那个 累得两只眼睛通红 既然父亲有事要忙赶不过来 那我便先带着锦城回府了 改日再来看望母亲 好好 我让莲儿送送你 该死的臭丫头 她要是再不走 旁边那个一点就着的小炮筒 只怕就要气得掀桌子了 夫人 你可真是太会说话了 奴婢觉得 你那个鸡母今晚呢 怕是要被气得睡不着觉了 还有小公子 她简直像是你带去的帮手 专门负责气那对虚伪的母女 我那鸡母虽然坏 但口齿简单 换个厉害点的就不行了 夫人如此聪慧 从前 怎么会被这样的人欺负呢 从前是不想争 觉得当个咸鱼躺着歇歇也挺好的 那如今 如今也不想争 啊 那您今日这是 我这是在气宗锦城呢 不明显吗 很明显 但没想到这么幼稚 宗锦城不是能耐吗 还想找我的麻烦 看看吃别的是谁 小混蛋 你才没教养 你才不懂事 你才热人讨厌 可恶 可恶可恶 果然姓虚的都没一个好人 一个比一个会欺负人 等着吧 等本公子恢复了势力 一定挨个找他们算账 公子不是去给夫人找伴子去了吗 怎么会被徐家人祈祷了 还不是徐婉 都是他家的人 都是他家的人 不对 他家的人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他仔细回想 当时每个人说的话 最后都被徐婉解释了一通 然后他怒火就被点燃了 他觉得是徐家的人在点他 实际上 实际上是徐婉在拿他当枪 我要跟他拼了 小公子 您要找什么 我刀呢 小公子 要刀做什么 咱们院里可从来没有力气 找刀 老子要跟他痛快遇见 太欺负人了 他活了整整八年 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情 小公子三思 您吃了一次饼 再找回来就是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 你想报复办法 要不您去书院读书吧 嗯 宗锦诚瞪着眼睛 劝他说话要慎重 夫人如今有钱有势 咱们硬碰硬打不过他 倒不如以退为进 赞比锋芒 等到老夫人回了侯府 您再说回来的事 那我不是上他当了 他就想着让我好好读书 我去了书院 反倒是让他称习如意 小公子只是去书院 那学不学还不是您自己啊 宗锦诚觉得有道理 这计划能行 走 去找那女人 就说本公子要好好读书 江城里书院众多 但最厉害的还是汉林书院 咱们大楚国每一届的状元郎 都是出自这里 这汉林书院呢 分南北两院 南院收有家是有银子的 北院收学识出众的 以咱们侯府的背景 小公子怎么都能进南院 这不是跟现代一样吗 一个重点高中里的生员 一半从各地初中里掐尖 另一半从附近学区房里 画片招生 尖子生配的是重点老师 画片生的老师就不一定了 南院学子的知识水平如何 不错呀 都挺不错的 哦 那他们考上一甲的多吗 翠芝沉默了几秒 这一甲总够就三名 每届都是从北院里出 哪里轮得到南院 徐婉看到表情 当即明白了 想完成他的目标 还是得去北院才行 这么想着 宗锦城已经又梦梦实实的闯了进来 怎么了 宗小公子 有事求我呀 我有去书院读书 听不清 我说我要去读书 去好好学习 你不是就盼着这点吗 最好痛快地答应他去书院 不然他可真要拔刀闹了 那就去给小公子报名 翰林书院的入学考试吧 翰林书院的入学考试 南院是有背景的能进 需要考试的只有北院 以自家小公子 那不分六九的学识水平 让他去北院考试 是打算去职写个名字吗 夫人确定是翰林书院吗 没错 翰林书院是京城最好的书院 也只有他才能配得上我们红府敌长孙的身份 宗锦城对书院这些遗窍不通 只听徐婉提起他的身份 当机挺直了腰板 算他会说话 还知道他宗小少爷的厉害 是 奴婢这就派人去给小公子报名 翠志临走前送给了宗锦城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你不会又再给我挖坑吧 那个入学考试是什么 就是测试你的学识啊 符不符合翰林书院的招生标准 不打击打击这小子 他就始终不明白自己那二两墨水 也就只能迈进入学考试的门 再多一步都没门 翰林书院的入学考试会考什么内容 有没有他会得斗驱驱 赛马 簇驱 总不会一上去 就让他默洗诗词歌赋吧 不至于不至于 据他朋友说 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公子 不会被四书五经的大有人在 那些书院到底还是为了赚银子 总不能故意卡个很高的门槛 把他堂堂一个侯府嫡长孙 拒之门外吧 好 考就考 我明天就去 那就去准备吧 是 翰林书院那边有笔墨纸验 奴婢这就去给小公子带着干粮 嗯 干粮 什么干粮 他不就是去考个试吗 怎么还要备干粮 小公子有所不知 翰林书院是咱们京城最好的书院 坊间更有 尽了翰林等于一脚迈进了仕途的说法 是以全大厨的学子都挤破了头 想来这读书呢 而入学考试的卷子 也就比寻常更难一些 要从早做到晚上 得提前备上干粮 以免饿着 不考了 我不去了 开玩笑 就这提量 他去了不得把面子里子都丢完了 你若是想去书院 那便只能去汉林 至于别处 我不允 你不就是想逼我去读书吗 我早就看穿你了 是啊 那要怎样 看透了 有用吗 能推翻她的霸权主义 翻身做主人吗 可恶 可恶啊 这个坏女人 她到底是倒了几辈子的霉运 才碰见这么个人来治她呀 她开始怨祖父 祖母不管她 后来怨她娘不知道哪儿去了 最后还怨宗赵 怎么还不回家 否则她这堂堂的胡府嫡长孙 怎么会过这么憋屈的日子 小公子 您跑慢点 雨天路滑 小心摔着 奴才手里有伞 宗锦诚刚跑出院子 没注意转弯触柜这个人 整个身体直接砸了过去 小魔王皮操肉厚的 摔个跟头 跟没事人似的 他从地上爬起来 这才看清面前的人是谁 宗文修 二房那个竖子 喂 你没事吧 宗文修被撞倒在了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也没有回应他 你流血了 顺子 顺子 快叫福音来给他看看 是是 奴才这就去叫人 你还好吗 福音马上来了 他道了声无碍 又重新跪回了原地 下雨了 你还受伤了 跪在这里做什么呀 难道你也被那个女人折磨了 都说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宗锦诚一想起 这可能是徐婉干的 立马觉得 自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小可怜 他要跟宗文修联手 打败那个 纠战雀巢的坏女人 是我求见夫人 求见徐婉 那个女人冷硬心肠 连我都在她那里 接连碰壁 你俩也是白费功夫 不过 你先说说看 说不定 我能帮上你的忙 仙人雨下得挺大 你去看看锦城院子的炉火 还够不够 早春天气还冷 别动着那小子了 夫人 修公子求见 闻修 下这么大雨 怎么不让他进来 许婉还没适应 侯府这通报的规矩 古代笛数分明 身为笛子的宗锦城 敢跟他拍桌子瞎嚷嚷 身为树子的宗文修 未经通报 连门都不敢进 快带他进来 宗锦城在门外 难得那么贴心地问了许婉 结果 他这个冷冰冰的堂兄 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摆明了是觉得 他解决不了事情 这可把宗锦城给气坏了 给他撑伞的手 啪的扔了 两人索性一起淋雨 翠一只一看 就看见了这画面 一个人跪着 一个人坐在跪的人面前 不知道 还以为两人拜堂呢 不是 小公子 修公子 你们怎么也不打个伞 快起来快起来 下这么大的雨 这么临着 肯定会生病的呀 快跟奴婢进去 怎么会临成这样 快准备热水 给他们两个洗洗驱寒 夫人 求您救救我娘 红衣娘不是在西院吗 她出什么事了 徐婉嫁来这几日 一直没见过红衣娘 照大楚门 关唤人家的规矩 红衣娘怎么也该主动来见过她 但因着脆枝说是 她身体一直孱弱 她便没戏过问 如今再看 难不成是有什么隐情 辅医说 我娘已经病入膏肓 没有救治的希望了 但我听说 只要请宫里的御医入府 也是 也是有一些生机的 只要您答应救我母亲 我愿意 用医生来报大夫人 宫里的御医 都是给皇上娘娘看诊的 哪有那么好情 我长大后 都还没有见过太医 更何况只是一个姨娘 徐婉是知道 请御医的流程的 需要以众臣的名义去请 而侯府的众臣 自然是老侯爷 徐婉使了个眼色 翠芝当今明白 宗文兄 以为徐婉没有答应她 继续埋头跪在地上 求夫人 别救她了 根本没用 快跟我去洗澡 否则得了风寒治不好 你自己也得病死 我没说不能帮 多谢夫人 怎么回事 这坏女人竟然愿意帮恕凶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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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对一个树孙那么好 却欺负她这个嫡长孙 不公平 你有善心帮她 却故意针对我一个人 你就逮住我一个人欺负 没天理呀 小朋友 请你搞搞清楚 从始至终 都是你在耍大少爷脾气 你看看文兄 你再看看你 若是你能有人家一半的听话 咱们两个的继母子关系 哪追忆这么僵硬 哼 你方才说 愿意用医生来报答我 医生太长就不用了 我只要你 陪我完成一个小任务就行 夫人尽管吩咐 我要让她 跟着你在府里读书 她想好了 小魔王放外面书院里 她不放心 还是放眼皮子底下更可靠 再加上 有宗文修这样 好读书的铜窗在旁 不只会有正向的帮助 还能避免宗锦城和其他家小纹库学坏 我答应 若是只陪人读书就能换来母亲的平安 那她愿意陪宗锦城读一辈子的书 请问你们有问过本人的意见吗 他都没有答应 我不读 这事跟我又没关系 你们俩商量的事 要经过当事人同意知道吗 反正我没听见 我不去 我不读 我就要在家里闲鱼探 宗文修 掀起一摆 就要跪下去 这一跪 对着的是宗锦城 宗锦城忙往旁边一躲 撞入一个温暖的怀里 丢人 怎么躲他身边去了 乃儿膝下有黄金 怎可轻易下跪 可我想让我的母亲活着 他跟宗锦城这种 从小就没有母亲的人不一样 他自小跟母亲一起生活 又在贫民窟里 那种地方相依为命 两人之间的感情 比寻常母子更亲近 许是他的这句话 太有杀伤力 宗锦城证了一下 徐王很快就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继续刺激他 想别的办法吧 宗锦城这小子 是不会为了你而读书的 我觉得 你把他打断腿更容易点 喂 他什么意思啊 难道在他眼里的自己 就只是个不顾别人死活的自死鬼吗 还打断他的腿 难道他就不能是自愿过去帮人吗 这女人依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叫母亲 就不叫 其实他心里是有点发软想答应的 但是看着徐婉那副笃定的模样 他又觉得下不来台阶 僵持在那里自己闹变 好了 请成同意了 请太医的是我来安排 快带他们两个去区寒换医 我听说你回府这几个月一直在读书 那些厚厚的书有什么可看的 因为读书可以教人民事理 解释很多没有见过的东西 就能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想做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但是我娘说 不管做什么的前提都是我应该具备足够的学识 这样以后可选择的路才能更多 比如 我想做官 需要先中榜 我若想经商 需要知道如何赚钱的途径 宗锦诚听懂了 但觉得对自己没用 若想做官 祖父会给他安排 他若想经商 祖母会给他本钱 铺子 甚至打理的人员 根本不需要读书吗 果然是不适合他思考的话题 在哪读书啊 不会要去红一娘的院子里吧 祖母说 府上有个大书房一直空着没用 便叫我过去读书了 那里的书籍特别丰富 没想到 他这个弟弟跟传闻中并不一样 反倒是善良得很别扭 他一定要好好地带弟弟读书 哪怕自己考不中医甲 也要让弟弟考上 好心帮忙的宗锦诚 要是知道宗文修此刻的想法 估计连滚带爬 有多远跑多远了 红一娘得的是劳病 平民窟那种地方脏乱差 得劳弊的人很多 先前老夫人在府里是怎么不说 因为母亲说 她的命治不好了 与其浪费祖母的精力 不如让祖母愧疚 如此就能将我 将我接到她院里悉心教导 红一娘的算盘打得极好 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 也要为儿子争来前途 只可惜 她的儿子极为孝心 打乱了她的部署 宗锦诚站在旁边若有所思 但有点羡慕这种感情 羡慕宗文修能有母亲为她筹谋 放心去读书吧 这里我来看着 不会让你母亲有事的 谢谢夫人 少年人最是寄恩情 转头看向了宗锦诚 一副死心踏地 带弟弟夺好书的模样 康兄的眼神好可怕 我好想逃 某些人 该不会想过河拆桥 毁了跟我的约定吧 不过也是 一个八岁孩子而已 说话不算说又怎么样呢 就算我天天喊她是不守信的小王八 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谁不守信了 谁是小王八 当然是谁不守信 谁就是小王八咯 读书就读书 说吧 你要让本公子去读多久 这浑小子一脸不愤 又极度地骄傲 直接让他安心读个三年 怕是不会同意 有了 你也不要说我为难你 我呢 就给你定个小小的目标 考个文修就行 他也是刚读书几个月 从小又是在贫民库长大 比你接触的东西少多了 而以成公子你的聪明劲 应该很快就能超过他吧 许婉一通话 明里暗里 把宗锦城夸得心花怒放 嗯 确实是这个道理 最多几个月 他肯定就能超过宗文修 若你能跟上文修的进度 我会将你的银子 仆人 都还你 宗锦城一听就来精神了 立马拍板决定 成交 从今天开始 不要背书了 等我把你的进度超过以后 你再读 老侯爷夫妇听说小魔王愿意读书后 连夜请来了京城里德高望重的夫子 白礼西入府授课 这位老夫子也曾是宗赵的私人老师 开课第一天 老夫子就做了个摸笛考试 考宗文修的时候 老头子眼睛笑眯眯的 直夸着孩子用功 进度飞快 考宗锦城的时候 老头子眉头的皱纹 差点没夹死十只蚊子 这小魔王句句答非所问 不仅肚子里没墨水 还非要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仅仅受了半天的课 老夫子就想仰天长叹 想当年那些人都羡慕他 交出了宗赵这个文武双全的 双状元朗 让他在京城的名声大噪 结果 现在在他下面那个熊孩子 他真觉得是报应终于来了 这世上根本没有连着来的大好事 吉成啊 你功底太差 那我直即还是要先把基础打好 这几本是老夫为你选的入门书 你这几日将他们先背下来吧 这些你全都背了 嗯 这些书你别看很厚 但内容通俗易懂 很好背 五天就能背完了 哼 你看我信吗 你这几个月背了多少书了 一百多本 其实他实际上背了两百多本 果然 宗景成一听人都麻了 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又上了许晚的贼船 哼 那你现在每天能背多少页的书啊 十 十来页 很好 宗景成是一瞬子把文关上 弟弟该不会要对他动手吧 从今天开始 不要背书了 等我把你的进度超过以后 你再读 嗯 很好 霸道无礼的跟传闻中一模一样 嗯 那你什么时候能跟上我的进度啊 嗯 一个月吧 宗文修一个数字 要学几个月才会的东西 他最为聪明伶俐的笛子 肯定一个月就能背会了 好 那我等你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除了学习百里夫子教的 我就只复习旧的知识 不学新的 行 算你讲一切 你这兄弟 我交定了 哼 你先看看这几本书 里面有几个生辟字不好理解 我可以一句一句的讲给你听 不用了 我只是背会这些玩意儿 能顺利的混过夫子的口温就行 具体的意思 谁爱懂谁懂 他反正不想懂 小魔王的学习之旅是很顺利的 他虽然为人顽劣 但脑子是聪明的 翻开书念上一句原文 再闭上眼 就能墨背出来 一字都不差 念一句 背一句 睁开眼 闭上眼 记住了 再记住 宗文修看得叹为观止 背书这种东西啊 怎么会有人背一句就能记下来的 弟弟难道是个爵士天才吗 宗锦诚背的口干舌造 刚背了几页 就觉得眼泪 嘴泪 心泪 您好厉害 我从未见人背书如此之快 就这速度 别说一个月了 只要他再多努努力 半个月就能追上自己的进度 不想看了 眼睛好累 嗯 宗文修 无语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大爷您才看了不到一刻钟的书啊 这就开始累了 让每天看书六个时辰的他 情何以看 宗锦诚 想着那些没背的书 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啊 顺子 你来念书 我不看了 反正念一遍就记住了 听别人念跟自己念 没区别 顺子是徐婉给他留的唯一个读过书的小思 倒也刚好能帮上小魔王这邪招的忙 于是 背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宗文修 就见这对主仆 开始了邪门背书 顺子念一句 滴滴背一句 他这样竟然也背下来了 宗文修觉得呀 自己需要静静 这让一向坚持勤能捕捉的想法的他 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这混小子 一天天静小鸟写招 就知道被养脸说 等客举的时候 在考场上一坐 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 都要烧高香 不过 现在也算是进步不小了 小公子从前连书都没背过 就连老侯爷都不知道 他的记性原来这么好 但他这一副偷懒背书的模样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他能努力多久 他估摸着 自己多背上半个时辰 就不愿意背了 晚点 你去私下告诉顺子医生 就说我看他陪小公子读书辛苦 给他月钱 翻上两倍 让他好好试读 若是小公子 追上修公子进度之时 给他月钱翻三倍 夫人 您是不是想拉拢顺子 跟咱们一些 不用拉拢 那小兔崽子虽然混蛋 但顺子 毕竟是陪他长大的人 而我与锦城也并非敌人 我所有的计谋 都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 而不是让他无人可用 无人可信 小孩子的世界 不能那么黑暗 寒来蜀网 秋冬收藏 推卫让骨 有鱼逃堂 有鱼逃堂 鱼也喜欢吃甜的 他又没有长手 怎么躺 天爷 我学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有时候 给程公子教书真的很无助啊 刚进门的徐婉 听见这句神翻译 脚底打滑 一头撞在了门框上 神哪 饶了他的耳朵吧 这都翻译的什么跟什么 有鱼讨堂 亏你想得出来 你怎么不说鱼亲自上岸抓堂呢 小魔王还凶抱拳 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聪明的模样 鱼怎么可能上岸抓堂呢 你是傻的 本公子可不是 好好好 意识不到自己傻也就算了 还觉得别人都是傻的 顺子 给你家程公子读书时 记得顺口翻译一句 免得他在课上 说出这种解释 能气得百里夫子 吹三天胡子 你是不是看本公子天赋惊人 马上要赢了 所以存心来阻挠我读书是吧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你现在就长这样 算你识相 还知道自己是小人 我是说君子是我 君子是我 老子刀呢 所以知己有眼力劲的 出来做何事了 陈公子 修公子 这是夫人特意让人 给你们买的七味糕 夫人只是不善言辞 但心里是一直记挂着 两位公子呢 我谢夫人关心 小子 七味糕都不吃了 君子不识 接来之时 刚把七味糕塞嘴里的宗文修 没接呀 真的没接过 文修怎么也在读千字文啊 你不是刚学了蒙球吗 他不能直接戳破两个人之间的私下约定 但也不能任由他耽误宗文修的进度 温 温习 温过而知心 确实是个好习惯 嗯 宗文修胡乱地硬着 只盼他能够尽快地跳出这个话题 哪知事与愿违 我方才看了蒙球这本书 虽说书本是厚了些 但都是一个个会编在一起的历史典故 对你积累学识很有帮助 知识而明鉴 石管之金 你可要用心体会 千不像个文盲一样呼伦吞枣 有余讨堂 突然被点名的某文盲成 他是以为他听不懂这么明显的指桑骂槐吗 我了解过你的学习能力 一个月内应当就能读完蒙球吧 辅导弟弟学习是很辛苦 但自己也要记得好好读书 不能落下了进度 一个月后 我来考察你的学习进展 不完蛋 答应弟弟的话 怕是要食言了 悟愤 他一直在学新东西 我怎么可能追得上他的进度 这根本是抢人所难 只准你自己学习 不许文修读书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以为你在玩客舟球剑呢 不 这个炮桃子 脸都要红成烙铁了 不过 徐婉也不想把他逼死 除了蒙球 只要你能赶上文修的进度 咱们的约定 就还算数 徐婉这话说完 见把弩张的小魔王才摆手 眼见着他离开的背影 伸手朝他的背影挠了几下 一副像隔空挠死他的样子 好了好了 夫人还是很好的 别生气了 我带你读书 你很喜欢那个女人 嗯 宗文修正个片刻 本想点头的 但见弟弟满脸写满了 你敢说我就要杀了你的恐怖模样 可能是我见过的人比较少 夫人是除了我母亲外 对我最好的人 不是 也除了你 好在 宗文修最后一句话 补得及时 不然 小魔王又要闹了 他才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 哦 时间过得很快 考察这日 徐婉特意过来旁听 今日老夫就考你些简单的 你把签字文墨写一遍吧 徐婉发誓 他没跟百里西通过气 夫子并不知小魔王只会背书 但不识字 不会写的情况 白里西可能觉得墨写签字文是非常简单的考题 但其实让小魔王背战国策都会比这个容易 宗锦成听到考题后 看向了徐婉 果然见他一副等着看自己好戏的模样 哼 坏女人 你以为你聪明吗 本少爷今天就逆风翻盘 顺子 打开宴台 正准备像往常一样研磨 谁知 倒进去的水 有一瞬的反光 小魔王坐在座位上 稳得一笔 这研磨了 仿佛有一个世界那么久 研好磨了吗 研好了 研好了 小魔王自信地提笔 沾着墨水 在纸上写字 但每一笔画出来 都模糊不清 甚至还隐约有消失字的存在 夫子 这宴台好像买的是宴品了 小魔王的脸蛋 一直很有欺骗性 不生气的时候 天真浪漫 老夫子看着他现在这样 就想起自己的得意门声 宗赵 那便背诵吧 改日再莫写 夫子 是什么蒙蔽了您的双眼 是上一代残留的诗生爱吗 宗锦成站起身谢过 于是开始摇头晃脑的 背诵签字文 在白里希越来越满意的笑容中 他还主动提出 要被几页战国策 白里希一听 眼里的赞许根本藏不住 对了 这回对了 这才是宗赵的儿子 下一个文明京城的大才子 这才是宗赵的儿子 这才是宗赵的儿子